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感谢主 我们今天来到了三月第一个主热 在这个第一个主热里 我们照例就会看到我们这个月的金句 这个月的金句是从诗篇27篇里来的一句话 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 这里面大卫是这么向神求告的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宝藏 我还拒谁呢 在这里面 弟兄姐妹们 这是在大卫在危难当中 在被追兵包围的当中 常常圣命 看到我们这样非常处在一个危险的当中 他能够向神发出的求告 他能这样发出求告 因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 因为他说了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因为他是 在他的生命当中 已经看见了耶和华 看见了神 在他生命中的带领 所以他能说 耶和华就是他的亮光 对于我们弟兄姊妹们 我们常常说神的话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们 我们能不能在神的话语当中 面见神呢 是不是你真的知道 这是从永恒中来的 不是从世界上来的 神的永恒的真理 是真理开口在向你说话呢 如果我们经历了神的拯救 我们还真的怕谁呢 所以大卫可以这么说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宝藏 我还记谁呢 要知道大卫他自己 其实在生命过去被扫罗 追追追的时候 常常被他的仇敌包围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他特别亲近神的时候 也是蒙神特别保守看顾的时候 也就是说 在我们属神的人 在这个世上 在我们生命当中 看起来那种危险的时刻 在我们感到我们孤单无助的时刻 在我们无能和无奈 无力的时候 是我们能够投靠神的 最好的时刻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知道 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宝贵 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 使我们是何等的有佛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坚然的时候 我们可以向谁求告 而我们这里 当有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活舒适的时候 我们会变得心高气傲 我们就觉得 我们可以靠自己来面对一切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最危险的时刻 当大卫他自己 四周的敌人被平定以后 他在生命当中 遭到了他生命当中 最危险的时刻 他就真的在诱惑中 真的是被绊倒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求 主让我们看见 我们这一生 真的不应该是怕 那些在我们中间的 那种艰难和逼迫 我们如果愿意跟随主 跟随主行 他的路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以这个黑暗的世界所容 因为耶稣他自己说 我来到世上 就是世上的光 跟随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应该真的是来感谢神 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 其中一个很大的主题 就是主 就是世上的光 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 这些原来在黑暗中的人 能够被神 在黑暗中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能够看见光 成为一个真认识神的人 我们就可以 在这世上 刚强壮胆 为神的名 打美好的仗 这里的关键 就是要神的带领 神的拯救 神的保守 如果没有这一切 一切都是空的 还记得 我们当年 所谓改革开放 在国内那时候 八十年代 是思想最活跃的一段时间 当时在中国文坛 文坛 聚起了有一派 叫做蒙荣派的诗人 大家还知道 其中最有名的 可能就是北岛了 他所写的 卑鄙 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 是高尚者的牧之名 我们很多人读了 都心有戚戚业业 我们都觉得 这些话 真的是耳顺能详 把我们这一代人的 某种惆怅的 也是渴望的 也是一种迷茫的 希望看到出路的那种心 能够说出来 其中和他同时代的 也和他齐名的 有一个诗人 叫顾成 顾成也是 蒙荣派诗人中的 一员大将 他曾经也写过 这样的名句 他是这么说 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因为他是蒙荣派诗人 所以这话写的 就好像充满了一种脏力 在里面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 一种讽刺的意味 你看在黑夜里面 黑夜给出的是 黑色的眼睛 可是顾成 他就要用 从黑夜里产生的 黑色的东西 去要寻找光明 这是有一点 很耐人寻味的说法 是不是 在这里面 他好像在这里面 有一种惆怅 这能够 黑夜里面产生的黑眼睛 真的对光明有所知吗 真的会去寻找光明吗 还有一点 这光明真的被寻到吗 所以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很可能一上来 我的工具用错了 我的立足点就做错了 我还却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是凭着自己 所谓一腔热血 我们常常是认为 自己是在世上 我们应该是属于真理的 我们最恨恶的是 丑陋 谎言 虚假 我们有的时候是 对别人的虚假 我们会有的是愤怒 但是自己做虚假的时候 我们就根本就不在乎了 其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本相 所以顾成 他当时喊出 有这样的呐喊 他要去寻求光明 他寻求到了吗 当然没有 他找不到他人生的出路 以至于他自己人生 就成为一个悲剧 以至于他竟然 两层的他自己 杀了妻子 又自杀了一个解决 因为这个世界给他带来的 你越是期望过高 你越是以为这个世界 凭着自己的能力 能够给自己 带到一个所谓的光明的境界 能够看到人生的意义的话 可能你失望的就越深 这就是这个时代 给我们的悲剧 这是让我们感到 其实人生无能 无奈无助的一个真正的写照 所以我们今天 现在我们传讲的 约翰福音里面 要让我们看到 耶稣为那生来瞎眼的人 用合着泥土 再造了一双 完全能够看得见 光的眼睛的这么一个神节 让我们来明白 向我们显明 我们这些原来不认识神的人 如今 能够真的能够看见光 能够认识他 无疑 不是因为他 替我们开了心灵 在黑暗中心灵的眼睛的缘故 我再这么说强调的就是 我们都像那个 原来生来就是瞎眼的人 我们原来 我们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有神 也不知道要寻找神 也真的是靠自己 从来没有人自己找到过神 在这种情况下面 是神 他自己来到世上 主动地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时尚的人 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过程 神是主动者 我们是被动者 如果我们仅是被动者 单单的被动者 那还是有福的 因为我们可以完全的 把自己交在神手中 让神来 把我们带出来 可是 常常的情况是 我们不认为我们是 不可能 凭着自己 找不到光明的人 我们认为是光明 是黑暗 我们自己 不需要认识神 我自己的天生 就有这个能耐 我还能不变是非吗 我还能不寻找真理吗 之所以我现在 不能信所谓的基督教 不能信耶稣 因为我并不能看见 他有多少的真理的成分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使我信 所以使我能信还不信 当然这是我的事 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的 如果我们是凭着这样的心态 很可能 我们在当主的恩典联名来的话 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抵挡 我们就是挣扎 我们就是不服 显出我们人的刚硬 人的小心 人的摇摆 所以我们在这里 今天要让我们知道 真的 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我们只是回顾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感到 我们自己今天 我们过去 无法认识神 今天能够认识神 那全是神的恩典 全是神的恩典 祂的怜悯 祂的忍耐 祂的荣耀 我们没有一处可以夸的 所谓要看自己 只是不堪 只是小心 只是刚硬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能够 还能够生命当中 能够走出一步来 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来 我们只能讲 感恩 颂赞 荣耀 都归给 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 让我们在约翰福音的 这个开眼的故事当中 我这个是 救约翰福音 这个关于这个开 生来瞎之眼的神节的 这是第三讲了 第三讲 我们今天可以 稍微在中途 做一个小节 就是说 让我们看到 黑暗是如何抵挡光明的 它一般来说 要经历这么四个步骤 第一步 我们看到 不幸的法利塞人 他会从一个 未经检验的错误的 传统观念 或者传统的标准出发 要来进行一个 完全是主观的 带着偏见的 一样的一个 所谓的调查 是带着自己的主观的 强烈的主观的愿望 和自己的强烈的偏见 所谓要去进行一项调查 而调查的本身 就是让客观事实说话 这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法利塞人 做调查的时候 他们只是想得到 在调查中 有利于继续维护 他们原本的 结论的那些证据 他们是要这样做的 所以在这里 让我们看到人的可悲 所以在这里 我们知道 法利塞人 口口声声 他们知道 知道 他们知道说 耶稣 他是一个 什么 罪人 为什么知道罪人呢 因为他不守安息礼 他不守安息热 而这个安息热的规矩 守不守 不是从于圣经来 而是完全制定的 要知道 安息热的精髓是 耶和华神 在这里向他的百姓 以色列民 表明 有一个 最后的永恒的安息 在等待到他的百姓们 但是为了在我们 在世上的人 能够看见这一幕 所以在地上 做些演练 每七天 有一天 主他自己完成了 他自己的创世的功以后 说这一天 主他自己 吸了他创造的功 因此祝福了那天 这一天就把他 当时给犹太人 定为安息热 是让犹太人 停止一些 劳苦的操作 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 就是汗流满面 才能糊口 所以神让这些犹太人 他们一定要 吸下他们一切的功 是劳苦 是为他们 斟酌他们生计的功 是他们 所有的一些劳苦的操作 养生的功 全部停下来 凭着信心 来到上帝面前 学习安息 也就是说 任何的生产性的 任何商业性的行为 全部停下来 但并不是指 一切的 在这个这天日里面 你是来帮助人的 行善的 还有一些不得不得 救为难的事情 应该不在其内 但是犹太人 他却把它全部包裹在里面 安息热也是不能治病的 安息热甚至也不能修剪指甲的 所有这些事情 用一系列的规定 你会觉得非常的荒唐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 并不是出于圣经 可是他们却把这套东西 成为他们的金科玉力 请注意 任何人 如果有一套标准 自己心 自己在自己的意念 一套固定的想法 请 我们每个人就要反省一下 这个想法 标准是不是出于神 有没有任何的圣经的 全备的完全的圣经根据 还是只是在某种 时代文化的产物 你只是因着这个时代文化 人云亦云 大家都这么说 你气瘦了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做事就很危险 因为你不是从永恒的真理出发 不是站在一个 在真理的一个根基上面 来形式的一个出发点 你所有做的事 都是错的 有人说 我从尸检中出真知 我原本不知道 我一尸检就知道了 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尸检不会 从来不会改变你原本的那些 自己已经要维护的那些结论 你用你的尸检 只是希望是强化自己原有的想法 如果一旦 这个所谓尸检出来的调查的结果 和你原来要维护的 你心中的那个神圣的 那套偶像崇拜的 那些有价值的观念 发生冲击的时候 你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否认真相 这就是黑暗抵挡 抵挡光明的第二步 就是说 当调查的真相 不合他们的要求的时候 就不惜来扭曲 压制 木杀这个事情的真相 也就是说 这些法利塞人 来要了解 到底有没有那个所谓 生来虾眼人被开眼的事的话 第一步 他们要求的 就是让这个原来原本 虾眼的人能否定这个神结 如果他不能否定神结的话 就一定要不让 就要走到第三步上 不让这个神结 产生的真相 得出应有的结论 所以他们在那个虾子那边 没有得到他们应有的 他们就跑到他的父母那边 去恐吓他们 也让他父母知道 在这件事情上 你们不能讲说 这个神结是随行的 因为如果点出是耶稣行的话 那么就会得出 可能就是那个虾子所说的 他是一个先知 所以法利塞人 如果虾子不说他是先知的话 就算有神结行在他身上 法利塞人也是可以认的 但是却不让这个神结 产生的应有的结论 能够呼之欲出 一定要把他抹杀掉 所以他们用恐吓的手段 来逼使他的父母在这里住口 虽然他们知道 是耶稣行的神结 他们却假装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怕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已经说了 谁说耶稣是基督的话 就要被赶出会堂 这对他们是一个 明摆着的一种恐吓 所以在这种恐吓中 可以说大多数人 就在这里选择了什么 沉默 就选择了 不发出声音来 虽然不一定 就是说明明的说谎 但是你要我们不说的话 我们就尽量配合你不说 这样子专制 或者邪恶的统治 所有的目的就达成了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要搞邪恶的人 其实是并不多的 但是这些人 之所以能把邪恶搞成 因为他可以让大多数人 在邪恶面前不表态 这样他的邪恶 就可以什么 横行了 这就是这个世界上面 抵挡真理的任何的一个 把自己要摆在神的面前 要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 成为一个什么人类的导师 什么要发明什么主意 要带领人们去怎么样 去成为人民救星的 这种所谓至高至大的 这种理论和意识形态的人 他一定会走这一步 否则不走这一步 他就不能树立他 那独尊的 这样子独取上帝的荣耀 把人 把他变成伟大光荣正确的 所谓的这种宣传 和这种控制就进行不下去了 所以他一定要大部分 在这件事情上面闭嘴 就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以这个虾子的父母 是被他们控制住了 然后他们控制住了 他的父母以后 他们要扩大战果 这就是来到了 我们今天要讲的第四步 所以在这里面 当调查的真相 不合他们要求的时候 第二步就是要否认真相 当真相不能否认的话 就要扭曲真相得出来的机论 然后如果这个真相的机论 还有人继续真的要持守的话 当这个目的 在那些不怕恐吓的人身上 未达到的话 那么逼迫就不可避免的会发生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第四点 黑暗抵挡光明的第四步 就是用车罗罗的强制的手段 来使那些少数不愿意顺从他们的人 能够被他们什么 镇压和闭口 这就是所有的在这世上 在抵挡神 他要真正的要做的这一步 就是在我们今天看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我们第九章二十四节 所以既然他们已经在他父母面前 不是他父母 不敢说出是谁 谁自豪 天生瞎眼的儿子的时候 他们就法利塞人第二次 这经文说第二次 再次把那个生来瞎眼的 那个现在被治好的那位乞丐 带到堂上来传讯 第二次把他带过来 首先对他说 你将荣耀归给神 这句话一听 无比正确 对不对 我们改革中信仰里面 其中五大维度里面 最后一个维度 总结就是什么 一切荣耀什么 归给神 是不是 这是神本的 以神为中心的真正的福音的根基 就是以神为中心 一切荣耀也归给神 那么法利塞人也讲这话 我们感到好像法利塞人 也真的时光倒流了 是不是好像把改革中的信仰 也接受下来了 这当然是笑话 对不对 他们讲这句话是源自于 当初约束亚 在面对亚干的时候 要调查一件事情的真相的时候 约束亚是这样子对 这个亚干是这么说的 你要将荣耀归给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面前认罪 将你所做的事 告诉我 不要隐瞒 原来呢 这个荣耀归给神呢 在这里成为他们的一种 pattern 一种方式 就是说 我今天跟你讲话 你要将荣耀归给神呢 他就等同于 你不能讲一句什么 虚假的话 你必须把所有的真相告诉我 你若有隐瞒 你就羞辱了上帝的名 当初约束亚是这样 叫亚干来认罪的 所以呢 这些法利塞人 也就是这么说了 你要将荣耀归给神啊 意思就是 你在我这边 从表面的意思看来 你就必须说实话 其实真正的意思 他们并不想让他说实话 但是他们用权威的口气 是不是把荣耀归给神呢 当然是我们来决定的 你的回话 到底怎样算是荣耀神 还是不荣耀神呢 这个 平定标准在我这里 我就告诉你 你如果还不清楚 我再告诉你 你怎样才能荣耀神呢 他接下来就赶快说了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那就先把当局的意图 先告诉你 免得你到时候呢 一下子 那个想不清楚 我就告诉你 我们当局就告诉你 我们已经判定了 这个人 而且他甚至不愿意 重复耶稣的名字 所以他在这里 只是用这个人藐视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人 看成是罪人 所谓的一号你的 那个眼睛的那个人 我们认为是罪人 那好了 你自己去想吧 如果你回答符合我们 给这个人所定的结论的话 那你自然把荣耀归给神了 如果你一旦你的回答 如果偏离这个 那你就不在我们认为 你是将荣耀归给神的举动 那就危险了 那就要受到惩处了 惩处了 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就知道 一个骄傲的人 往往都是我知道我知道 都从知道出发 所以他们从来 没有来检验一下 他们自己所的知道 是不是真知道 我们过去就讲了 之所以希腊后来的哲学 它能够在苏格拉底时代以后 有一个发展 因为苏格拉底 它已经建了在哲学上的 一种问之法 就是首先你要真的知道吗 首先你要从无知处罚 承认我的无知 所以苏格拉底据名言说 我所知的就是我又所知 才这种情况下 意思是除掉人的 一些自己自以为是的东西 所以你必须从 你要真知道任何事情 第一个知道 最重要的知道 就是知道自己的无知 知无知是最重要的知识 知道自己的无知 才能够建立真知 如果你不在自己的无知上面 先有任何的反省 一个不经反省的人生 是不择得活的 从一个哲学的思考上面 已经达到了哲学思考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峰了 对不对 苏格拉底 在还没见到特殊启示的时候 居然也有一个 能够在上帝的普遍的启示当中 也能达到这样的认知 这就说明 本来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 本来人应该知道 什么叫是非 但是 我们的罪人 我们却不会是这样想 所以 口口声声 都是先说自己是知道什么 而他所谓的知道 说耶稣是个罪人 却拿不出一点像样的证据 也根本没有从圣经中来的 完全可靠的检验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先前的瞎子 却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你说你知道 这个瞎子 这个先前的瞎子 他就告诉他 他是个罪人 不是 我不知道 这句话非常巧妙 这句话在这里 表明 我并不是跟着你 人云亦云 你不要以为 带着权威的口吻 带着一种恐吓 我就会照着你的话语的 这种方法替你背书 照着你的杆子往上爬 所以从这里面讲 真正的整个对话当中 透露了福音书当中 神的话语中 一个真的是对真知 来认识的一个 责着的一个寻求的精神 所以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罪人 我不知道 我不能说你说是罪人 我也没有看到你给我什么 我也跟着说是 我知道 你知道的事情就让我知道 这世界上就是说 你的知道 我并不卖账 这个知道 你所谓的知道 是不是真的知道呢 所以这虾子 以不知道作为出发点 表示他不是一个随便跟风的人 也在这里表明 他是个勇敢 愿意站起来 不为权势所吓到的人 我们很多人就会打马虎眼了 你说知道 是是是是 你也跟着 含含糊糊的 说 好好好 对对对 或者怎么样 反正你不敢 真的是来 在这方面 做任何的 这方面的 表达 表明 我在这里 并不 卖你的账 因为你说的话 并没有真实的根据 所以在这里面呢 他就告诉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就拿他做 我们今天 讲到的这个题目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 有一件事 我知道 他从一个 自己真正能够 把握的一件 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出发 他并不夸口 所以我们知道 信神的人 认识神的人 并不是说 我都知道神的一切了 其实神没有说的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对任何神的认知 是绝对不能超过神 他自己的启示范围 超出圣经以外的 我们都不能随便 妄加推测 所以在这里面 他只是责着 有一件事情 是我自己心里的 我可以告诉你 这件事情 是我知道的 是什么事呢 就是我从前 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哇 这句话一说 射破天境 因为这句话是 bare brutal fact 就摆在这里 死这些法利塞人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他不需要 到别的地方去旁证 因为是明明 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 是他完全经历的事情 这是完全可以 absolutely sure 在他这里面 可以把握这件事情 我经历了 你要我否认这件事情 我是无法办到的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 从瞎眼到开眼的过程 以这句话来表明 他愿意 只忠于事实 和忠于真理 不愿意被 这个权势所吓倒 这是很了不起的 我说 这个世界上 能够看 所谓有见识的人 其实也不少 但是有胆色的人 有几个 就是说 真的能够 把自己所看见的 为了真理 而进行征战的 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所要的 他的儿女 是精兵 所以他在这里面 他就说 这件事情 我无论如何 是无法否认 我不知道的 这就是 在这里面体会了一件事情 这叫什么呢 这些法利塞人一听就呆了 今天正是给你一个梯子 我说 我给你一个梯子往下爬 让你顺便下来了 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 你给我争什么呢 如果你也说 是是是 OK 你说什么我就跟着了 你别再找我麻烦了 对不对 我受不了了 对不对 我眼睛好了 我很多事情要干 我就不想跟你们纠缠了 你只要说为 想任何一理由 你都不会在这里面 你要知道 跟着法利塞人顶撞下去 绝对没有好处的 我们很多人 都有一句话 中国人说 设食物则为俊杰 什么叫设食物则为俊杰 为自己在做 怎么 掩护 明明你胆小了 你害怕了 你退缩了 你在真理面前不可 不能坚持 你说我是设食物 就是说什么 我知道 胳膊扭不破大腿 大脏 最后你 你屈服了 还说自己是 大丈夫 能生能缺 意思就是说 那随便 我既然做不到 我还 还可以用这种话来 把我打扮一番 让我自己良心里 不自受亏损 我说还是 设食物则为俊杰 所以这些法利塞人说 给你 你就不设食物 是不是 所以你居然跟我顶撞的吗 在这里面就看到了 哥林多前说二章十六节说 说血气的人是不领会神圣灵的事的 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所以上帝在借着耶稣吃那个 生来瞎一人 他眼睛能看见 已经要给他带到一条正确的路上了 所以这一点路 他看见了 他是绝不会后退的 而这在法利塞人看来是匪夷所事 真的是不舍失物 真是敬酒不吃要吃法酒 就是这样子的 而这个瞎言的人 他没有强调任何一件事 他只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我其他 你都说我不是没关系 我这件事情我知道了 我原来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 弟兄姊妹们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来特别分享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 一个真实的 一个不能忘记的 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是不是知道 你从不信主成为信主 你是被神开言了 你是不是 以前因为不信是瞎眼的 你今天信了 你是被神开言了 而这个过程是神在你面前 他的恩典联名 临到你的结果 你知道吗 只要你知道这件事 你就是一个在永恒中有份的人 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你别的 不是那些数理化 你都要知道 不是那些高深的 那些学者谈的 那些高大上的 那套语言系统 你都要学会 你只要知道这个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 与在神里面蒙了恩典联名的人了 只要知道这件事情 你以前是瞎眼的 如今能看见 因为对那个瞎子说 他现在已经跟原来瞎眼的时候 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人了 这点他是心里是无比清楚的 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不是 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过去在卫星主看世界是怎么回事 我们信了主了以后 看世界还是那么一回事 我们就真的没有被开眼 我们对多在我们的世界的图景上 多加了一位上帝在我们里面 那不是上帝要我们看见的 上帝要我们看见 真因为被他开了眼了 我们才真正看到上帝的荣光 我们才能看到世界的败坏 才看到这个完全悖妞的世代 的可恶和可悲 为自己的罪来伤痛来悔改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重新的看见 因为你的人生的目标不一样了 你的价值标准不一样了 你知道 你不是从前那个人了 这件事情 每一个在座的 你回去都想想 否则你的信心 你怎么扎根呢 你碰到危难的时候 如果碰到困境的时候 你就觉得 我就不能再信了 原来你真的 如果你知道 上帝是他的恩典怜悯 正在你的生命当中 做了一个成为新人的功夫的话 你在任何时刻 你都知道上帝是真实的 因为你知道 除非神能改变你 没有人能够改变你 你也不能改变你自己 就像我当初 过去我以为是科学主义的 把科学 我认为一个人来到世上 我为自己能够从事科学而自豪 我认为一个人 最大的一人生意义 就在科学上面 有发明 有创造 哇 那是一个可以以这个 来傲视世人的资本 这才是最可夸的 这是最硬的资本 因为我一不靠权势 二不靠关系 完全靠自己的 智慧的头脑来行事 那人家除了佩服 也只有佩服了 以这个方法来建立 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 但是如果 后来上帝改变了我的时候 就知道了 走到这条路上的话 你是走在人的 骄傲的路上 你是一条死路 你只能给自己 带来很大的痛苦 除非回转过来 跟随神 你才知道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 宝贵的价值 不在这个世界上 人的骄傲里 乃是上帝的恩典怜悯里 你知道吗 当如果真知道这个 那就可以毅然放下 世上的一切了 你不在这条路上追求了 那就可以真的 要被神呼召去 侍奉神了 因为神 如果在这世上 能够弃来 我们为神 能够真正的 被神所用 那这个人生 还有比这更有 更有福分的事吗 那这个 除非上帝改变了你 把你的心态改变了 你才会走这条路 否则你怎么会走这条路 而这个是不可逆的过程 当你重生了 你还要再回到 原来的 一个死人的状态 也回不去了 因为你成了个新造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们 在这里 我请大家特别知道 有一件事情 这个生来下延的人 知道了 我们这些原来生来 是完全有罪的人 我们今天知道了吗 这问题也是一样 问到我们这儿 我们不起求 在别的方面 你要 这个是从基本的事实所发 如果有了这个 你可以使 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 让我们知识 就越更加的加添 如果没有这个 再给你再多的知识 也没有用 从这个基本的知识出发 其他的知识就成为有用的 没有这个基本的知识 没有这个基本的看见 其他都不能看见 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 他能够这么说 这些法利塞人 因为这么说了以后 法利塞人二十九 在二十六节里面 法利塞人一下子 真的好像不知道 怎么去面对了 是不是 一时雨塞 竟然无雨 就在说 然后就脱口而出了 再来一遍 他向你做什么 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他们真是健忘 这话其实是他们问过的 怎么现在又问了呢 但是你也不要以为 他们只是因为健忘 他们也是老谋生算的 因为他们知道 所谓取证的时候 对一件事你反复问 如果你前面说的供词 和后面说的供词 前后不一致的话 他就可以说 你所说的这件事情是假的 因为你前后说的不一致 自相矛盾 看守掉了 可以这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 你取证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张三理事都说 谁谁谁 然后警方是一定要分别审信的 分别传信的 如果双方这些东西 讲的差距 出路很大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他们所讲的不是同一回事 他们不是同一件事情的 当场的一个共同的目击者 因为他们所讲的 环境时间地点 或者很多地方 都出了不可 难以置信的错误 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他还希望他再讲一遍 如果你们讲的时候 叙述当中有点 稍微有点不一致的话 他也可以趁机做文章 但是 当然 这个曾经瞎眼的人 他过去讲得很干净 利索 你要他再讲一遍 也一点都没问题 就是一个叫耶稣人 他和你摸在我的眼睛上 吩咐到池子里一洗 我就看见了 就这么简单 吩咐到西洛亚池子 他不会说 把西洛亚讲成必识大了 那就出问题了 到底哪个池子 他根本就是自己晃了 对不对 他也可以这样讲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说基督徒吗 我们总是很柔顺的 良善的 我们也服从一些在上有权的 现在他既然再问别人 那就好了 就说明你还是愿意了解了 前面你不太了解 你现在愿意了解了吗 我给你再讲一遍 这也无妨大哑巴 可是他却不是 这里面就是他的智慧了 他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了解 对不对 就回答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 这是很重要的话 既然这话你再问我什么意思 因为我把回答已经给你了 你还要再问一遍 你到底刚才的话 你到底算是信还不信 你说啊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你再问我还是这话 我就根本不需要 也没有义务 再给你服输一遍 没有话 这话你们抓不住他的 这完全他有权利的 权利完全可以这样说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听呢 莫非你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这句话不带讽刺意 本来说那是个有罪的人 他们是耶稣恨得咬牙气齿的 现在居然也关心 他是怎么样医治你的 你什么意思呢 你要知道你要学习 从他这个能力上面 你真的想认识他吗 你真的是想这样做吗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争战 这是勇敢的争战 很多我们做基督徒的 很多想不到 在传统的我们的教导当中 从来不要你这样争战的 当权者 叫你再问一遍话 你老老实实再重复一遍就是了吗 那么你服从嘛 就是嘛 你干嘛呢 对不对 在这儿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他真是智慧勇敢的 就把他们真的把他们的这个里面的心思要拆穿 结果他们就果然骂他说了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话就觉得变得开始有点滑稽了 请注意这里面的对话很深刻的 这个里面整个场景是 是充满了这个tension 充满了这个脏力 这个里面也是这句话的这种对话当中 也充满了这个 这个原来夏野人的一种机制 是逼得他们在每一句话上面都射手了 结果他尽管射手到一个地步 从知道他到不知道他 你看一看 我们就可以看看脚蛋 这些法利塞人 他真的他们问题出在哪里 原来他们 首先他们认为他们是摩西的门徒 他们因为他们读 他们是法利塞人 他们俗读经书 而旧约最主要的主体就是律法书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这不错 但是上帝并没有把他的启示 在摩西那里停下来 因为约翰福音也说 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 但是真理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所以这件事情上 这个法利塞人就太自大自高了 他们真的都懂律法书了吗 他们真知道律法 上帝借着摩西传给他们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律法是上帝在这里 是一面镜子 要造出人的罪性来 犹太人并不知道上帝给他们的律法 上帝已经知道 没有人能行在律法里的 那么犹太人说 你既然你知道我们做不错 为什么要给我们呢 但是上帝知道你做不错 可你们不服啊 你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定当遵行啊 你不是说吗 不让我们舍俭一下 你就怎么知道我们呢 为了让你们心服口服 把律法颁给你们就可以看到 你们有谁真的能够在律法上站住呢 整本犹太人的历史当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站住啊 对吧 就是摩西也没有站住啊 大卫也没有人站住啊 哪一个人能够站住呢 没有一个人能够站住的 原来律法是迅猛的师父 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 律法是塞住我们个人的口 使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夸 因为律法是对我们的心来进行律法的 很多人不知道 法律圣人尤其不知道 以为律法只是表面上控制我们的行为 只要行为上不犯 他就以为什么 他们就守住律法了 比如很简单一件事情 你说杀人嘛 很多人说谁会杀人啊 杀人都是大案啊 那不得了 有几个人有这么大的胆子啊 但是在约翰书信里面讲 那恨弟兄的已经是什么 杀人了 你说奸淫吧 你说现在虽然风气这么坏 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敢啊 但是耶稣说 你心里如果看见妇女动了淫念 在心里也跟她犯了奸淫了 这个 这种话说出来以后 可以说 我们每个人在这看看 难道我们没有恨吗 难道我们没有一种这方面的 被这个信的这种诱惑的念头 在我们心中没有产生过吗 诚实地说 没有人敢 所以这里面就知道 我们身为罪人就知道 我们这些事情 我们自己的 原来的里面就根本不能守住的 我们之所以犯罪 因为本是罪人的缘故 而不是因为我们直到犯罪的时候 才被称为罪人 因为一个真正的义人 是不可能犯罪的 因为任何的犯罪 都是从心里头出来的 我们这里面的心坏了 这就是original sin 这是sinful nature 而法利塞人在这方面 懂得多少呢 所以耶稣说 你们口口声声的摩西 将来要审判你的就是摩西 你们靠着守律法 不能得到你们所要得到的 你们得到的只是审判 所以他说 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 你是知道神对摩西说话了 但说的话的意思你知道吗 这个道理你知道吗 你知知其一不知其二 所以我们人的知识是很可怜的 口口声声说自己知道的都有祸了 所以在这里面 他们就骂他说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忽然谦虚了 本来就说这个人是罪人 这个人是什么 撒玛利亚人 而且还是被鬼附的 哇 自根自底 所有的都倒在他身上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居然说 这个人 我们却不知道从哪里来了 你要晓得 面对铁叶般的事实 实在不能否认的情况下 就打个马虎眼 我不知道 就像这里不能怪我吧 好 我不说他从哪里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了 你就不要来追究我了 是吗 很多人说 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我不是不信神 其实我不是无神认者 我因为很不确 我很不确定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神还是无神 所以你说我无神认者也不对 那我说你是呢 我是一个不可知认者 因为我呢 既不知道有神 也不知道无神 那你这个不可知认 你知道你自己不可知 你愿不愿意让你开眼呢 那我不信这一套 你虽然不可知 他认为这个不可知呢 是怎么样啊 是永不可知的 而且这个不可知呢 是无法对付的 而这个不可知 他根本没想到 为什么不可知 是自己不想知吗 他不知道 这就是自己的罪性 所以在这里面 在上帝面前 如果我们不认他的名的话 我们不管你说否定他 还说你不知道他 都是一回事 你都在上帝的愤怒的审判下 因为光照在世间 人映出自己的罪 是有可责备的说 不来救光 一个说我反对这光 我不认为这是光 一个说我不知道这是光 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都不来到光面前 可是这个 被一好的瞎子 却在这里不依不饶了 请注意 他在说原来你还不知道 那你好了 你要放弃啊 你开始说口口声说他是罪人 现在你说不知道 对不对啊 那好了呗 那你总算也认你自己不知道吧 你既然你不知道 你问我干嘛呢 但是在这里呢 这个 意义好的瞎子 那就说嘛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 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 哇 反过来开始教训他们了 开始好像是以手为攻啊 现在就正面开始进攻了 你们这批人是什么人啊 奇怪的人 strangers 对不对 你们明明在这里面 不能否定上帝在我身上 行了这样的神节 对不对 他开了我的眼睛 今天你们不能否认了吧 但是已经面对这样的事实 你们不得出应有的结论吗 你们不奇怪吗 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这真的是奇怪 奇怪是什么 你们还配做圣经老师吗 你们配还是教导人吗 那能到我来教导你了 对不对 真是奇怪 为什么 他现在就是这个 被治好的那个瞎子 就说了一句话 我们知道 这个知道 法利塞人是不敢否认的知道 我们知道 神不听罪人的 唯有敬奉神 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这不就是你法利塞人 过去的一贯的教导吗 你本来就是这样教导 你敢否认你的教导吗 法利塞人说 神也听罪人呢 他认为神听他们的 他们都不是罪人 你们知道吗 所以在这里呢 是圣经上有话 圣经上这方面的话很多 我只举两句 一个诗篇里面的话 关于神不听罪人的 有这话 诗篇 诗篇66篇18节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这也就导致了 就是说 后来雅各苏说的 我们 我们求也是网求 因为我们注重罪孽 神并不垂听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 真言十五章29节 有一句话 耶和华远离恶人 确听义人的祷告 所以才有句话 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耶和华远离恶人 确听义人的祷告 这都是有圣经的根据的 是不是 当然我们也说 你这根据还不够强 我不是后来说吗 也有人能够行出神级来的话 他不一定是从神而来的 那么问题就在这 这个就是他下面要说的话了 这就是那个 被开眼的瞎子说 从创世以来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开天PT的事情 如果撒旦也做 只能做模仿的事情 而且能力要小得多 开天PT从未有的事情 这个是撒旦是无法做出来的 哇 你说这个瞎子吧 他人为一个乞丐 他居然能够在这里 能够以这样的口气说话 他怎么说啊 只从什么 创世以来 只从创世以来 开天PT到如今 未曾听见 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 哇 你口气好大 你没听见 就真的就没有吗 请问这个瞎子 怎么有这样子的底气说这话 在这里我就跟他 我上次听 唐牧师曾经讲过这段话 他这么说 他的瞎子对这方面的知识是专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小就是生来是瞎子 生来是瞎子 却生在以色列人当中 因为以色列人是敬拜耶和华神的 也都相信上帝是万能的 而且神是慈爱有怜悯恩典的 而且也知道 神借助他的先知 在以色列当中行了许多的大能的神结 因此 这个瞎子在这里有权利问 他的父母 我这个天生瞎野的 能不能让上帝把我治好呢 耶和华神能不能治好我的瞎眼呢 因为他也借助先知行了其他神结 然后他的父母一听 这话有道理 赶快就去什么 求教了 求教谁 求教这些拉比们 求教这些权威的解禁家 有没有可疑可能吧 因为我儿子实在可怜 他生出来就看不见 能不能让上帝发发怜悯 你知道这些 法律商人会怎么回答 把就为一番 你看吧 从头自尾 就没有哪一件事情 有哪一个生爱是瞎眼的 被开国演过 没有啊 这个是 这个知识是从他们那里来的 然后他爸爸妈妈告诉孩子啊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在以色列当中是从来没有 从开创世以来 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听到过 孩子虽然伤心 但是却特别寄了跟他自己 生死有关的这条信息 所以他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他早就打听了一切可以打听的途径 您知道有没有这样事 到处你不信的话 你问这个拉比 问那个拉比 问了很多了 最后结果都是一样 所以他今天 他有这个底气 可以告诉这些拉比们 从创世以来 就没有哪一个 是生爱瞎眼的被开过眼 是不是 这些拉比们有话好说吗 当然没话好说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确定的 从神那里来的领受 他不是一点都是孤陋寡闻的 所以在这里 这个时候他能告诉 这件事情一定是 从神来的 开天辟地的大神经 没有这样的 别的人没有这样的能力的 为什么呢 我上次不是讲过 以赛亚书特别提到过 当弥赛亚的日子 那拯救者到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啊 是以色列能够重新 能够什么 能够被什么 救赎的日子 是能够得到 是被罗的是 得释放的日子 这个其中就包括说什么 笼子能够听见 瞎子能够看见 缺腿的能够行走 而这些事 就是告诉 这是弥赛亚所带来的 特有的见证 只有那位真的弥赛亚来了 那位真的救主来到世上 这些事就必定会发生 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 由此就表明 这就是什么 耶稣是基督 因为这是 耶稣是基督的一个 大大的名证 耶稣说 你们重不信我 也得信我所做的事 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事 在这里是 让我们开眼的事 他们却怎么样啊 却闭眼不看 这就可见 我们这个原来的刚硬的心 我们如果我们现在 我们在座的 我们还有些人要去 说是自己要寻找神 还是未能寻见 你今天应该看见 在这里面 我们真正抵挡 我们不能信的 是我们里面的罪孽 是我们中间的骄傲 是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 而这个 瞎子 今天能这样讲 是带着信心讲的 为什么 这里阴了 哥林多前书 二章十二节的话 我们所领受的 不是那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这句经文 就是这件事情的触解 之所以这瞎子 能这么样的 蛮有底气的 能不能这样的 刚强的 清楚的宣告 他所知道的 而且不但他所知道 你们也应该知道是 因为神开了他的眼 因为在这里 叫我们能知道 所以我们的知道 什么才是真知道呢 从我们自己承认 我们的无知开始 我们没有一件 跟真理真正有关的事情 人可以自己知道的 所以任何人 他不认识神 却要宣告任何真理的话 一定是假先知 一定不是从神来的 而且是神的仇敌 是抵挡神的 我们要在这里 是绝对要看清楚 所以我们要可以看到 我们在中国 我们现在是很可悲 对不对 今天还有一个人冲了 现在你看 习近平现在要搞 把这个 这个所谓改革开放的 本来是吹到天上的 最大的成果都改掉了 全国人民竟然都哑巴了 中国人是什么人啊 我说你也不要这样子 其实很多人 心里跟你一样清楚 对不对 但是就如你没有说话 他们也可以不说话嘛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要太怪别人了 我们每个人 自己要反省一下自己 我们都在 全时的压制下面 敢说吗 对不对 有一个兵典的主兵 叫李大同 他说我已经这把年纪了 他说我这把年纪了 我也不怕了 他是靠他 有一把年纪而不怕 我说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广大的教会弟兄姐妹 能够在这个造神运动当中 发出 告诉我们 没有人能够站在真理的位置上面 可以冒充真理 站在这个什么 世人面前的 这是不可以的事情 但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神的儿女 反而有的时候 你说他是被开眼了吗 我看这方面还没有被真正开 所以还没有这个胆量 没有像那个瞎子 那个瞎子 他能够凭着他一己之力 他就能够在这里 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 因为神 是让他知道 上帝开人赐给他的事 所以他这件事情 他绝不能辜负神 不能把上帝赐给他事 明明知道事 装着 他不知道 装着不知道 所以他一定要说出这个话 当他说出来的时候 他也期待了 他也准备好了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得到了 法利赛人的回答 34期 他们回答说 你全然生在罪孽中 还要教训我们吗 法利赛人可以听呆了 怎么能到 刚刚只不被你上了一课 这奇怪啊 本来他准备来教训他的 反被教训了一顿 所以他们就是恼怒了 恼怒以后就说 你全然生在罪孽中 怎么一下子 又不能他生在罪孽中了呢 原来他早就看不清 那个生来就瞎眼了 因为你为什么生来瞎眼了 要么就是父母 在生你的时候犯罪 要么你在娘态中犯罪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是生在罪孽中 所以才带来那双 瞎的眼来到世上 这就是门徒开始要问 耶稣的话 而耶稣给他解 给门徒解释清楚了 这不是说他父母犯了罪 也不是他犯了罪 而是在他身上显出 上帝的什么 座位来 上帝的座位 就得到了这个瞎子 是瞎子能看见 上帝的座位 就更让我们 看出黑暗是何等的黑暗 因为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最后 黑暗是做什么事呢 就采取一件事情 把他赶出去了 把他赶出哪里啊 赶出会堂啊 赶出会堂 就是把他开除 不把他当作以色列人 就像他父母担心的事情 他父母用不去承认上帝 这样子的方法 躲过了这一劫 现在儿子确实 为主的名去受迫害了 为主的名去受迫害了 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 这就是耶稣 他自己说 他在十六章 他是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使你们不知地道 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 并且时候将到 凡杀你们了 就以为是侍奉神 他们这样行事 因为未曾认识父 也未曾认识我 这时候耶稣告诉门徒 将来你们被人抓 杀的时候 请注意 我今天告诉你 为什么 这个世界在恨你们以前 已经先恨了我 不要说 他们口口声说 为主他们的神的名义 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属神的 因为他们既不认识父 也不认识我 所以我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使你们不知在患难中 得以地道 而要知道患难中 要更加的喜乐 因为你为上帝的名 在这个世上受苦 神一定纪念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事情 但愿神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真的认识真道了 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 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 能够呼出 发出那真理的亮光来 在这个 在这个预论被强压的情况下面 能够坚定不缺的 能够为真理来大声几呼 放胆讲论神的道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做神的儿女 神交给我们的一个神圣的责任 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们显然 我们对神的认识 并不神 我们的信心并不足 我们还害怕世界 那么就说明 我们并不害怕神 因为我们如果一心想着 将来世界上 在神面前交账的话 我们就知道 我们该如何行了 但愿神的话 今天临到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中 能够更加的 能够开亮我们的眼睛 站稳我们的脚步 能够走在正确的道上 以至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不至于羞愧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的保守带领 主啊 谢谢你今天让你的话语 来开我们的眼 也让借着这个 生来就是虾眼 被你所治好的这位瞎子 能够在你面前 面对这些法利塞人 当局的威吓利诱 他能够在这里面 能站在自己 应当站的真理的立场上面 能够勇敢的坚定的环节 主啊 我们实在是为他献上感谢 主但愿这样的 你这样的一颗勇敢坚定的心 都让我们在这里得着 因为我们耶和华 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投靠你的人 我们还怕什么呢 因为你是我们的性命保障 我们还怕谁呢 主但愿你的话 在我们心中扎根 让我们真的能够 在这里面 被你完完全全得住 而不被这世界裸具 感谢赞美 奉主耶稣记住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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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